大家好,我是小杜 近几年,美国加大了武器出口力度 越来越多的美食装备被出售到世界各地 据外媒报道,在今年上半年 美国就批准出售了价值469亿美元的武器 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销售额 而近日的消息显示 美国今年的武器出口额超过1900亿美元 不止美国,作为五常之一的英国装备 在市场上也是极为受欢迎 近日,加拿大的欧文造船厂 计划购买15艘二六型护卫舰 护卫舰的卖家是英国的BAE公司 和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这笔交易总价为600亿加元 约合3180亿人民币 这样的天价订单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目前世界上拥有二六型护卫舰的只有三个 英国八艘,加拿大15艘,澳大利亚9艘 要知道这个护卫舰还在建造当中 就已经获得了巨额订单 那它究竟有多强呢 二六型护卫舰在仿舰当中 被称之为英联邦护卫舰 主要是因为花大价钱生产的这款舰艇的 全是昔日英联邦的殖民地国家 由于英国风仍在 所以才会不计代价采购这一舰艇 但到目前为止 该方案仍旧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 二六型护卫舰的主要负责人 是英国皇家海军司令员巴顿上将 将军称英国新型护卫舰的建造计法 旨在提升英国海军的作战能力 使其护卫舰的功能更加多元化 但是由于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的经济比较拮据 所以他们希望二六型护卫舰的造价可以相对低廉 但是综合性能要优于此前的其他舰船 英国海军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海军 但现在英国不再拥有海上霸主的地位 上个世纪90年代 英国就提出了类似于FSC的建造计划 但是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六型护卫舰是英国这30多年来 最卓有成效的研究 为了振奋自己的皇家海军 英国在二六型护卫舰上倾注了很多心血 他们对二六型护卫舰的性能 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评估 二六型护卫舰被定位于 高自尺力大型多用途护卫舰 一艘单价在3到4亿英镑 英国计划建造8艘 虽然还没有正式服役 但是网上已经有了关于 二六型护卫舰的参考数据 舰船排水量在6900吨左右 船长149.9米 宽20.8米 动力系统使用的是 两台电动机和四台高速柴油发动机 燃气机轮直接驱动船值前进 二六型护卫舰的最高航速 大于26节 最大航程为7000海里 在武器配置方面 装备的有C-Septer航空导弹 127毫米口径舰炮 Artisan-3坐标雷达 以及2087声纳系统 船上容积也很大 为260名船员的生活 娱乐和保健提供了保障 虽然二六型护卫舰的价格比较昂贵 但是这是和他的性能完全相符的 在未来 二六型护卫舰将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一起 成为英国海军舰领部队的中舰力量 感谢收看领导军舞 下期见 拜拜